造詩晚會還沒開始 外頭就聚集一大群人 仔細看人群中有好幾名員警 架珠一名黑衣男 原來他身上竟然有一把玩具槍 地點就在桃園觀音環中路上 10號晚上舉辦大園觀音新屋 聯合後援會的造詩活動 不只有市長鄭文燦 來幫候選人鄭運鵬站台 就連總統蔡英文也現身 晚會開始兩小時前 員警在中山路二段上巡邏 發現距離舞台不到100公尺處 有一名男子行跡可疑 拒絕攀查 隨後身上就被搜出持有一把玩具槍 當場將他依法送辦 總統蔡英文當天晚上8點多 才抵達會場 一上台就受到民眾熱情歡呼 其實總統身邊都配有特勤人員 隨時介護保護總統安危 當時底下觀眾席距離中央舞台很近 這場活動現場警力包含周邊交管一共超過100名 幸好這起騷動被警方及時阻止沒有釀成意外 TVBS新聞林主委黃靜芬桃園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